在我身旁是醫學美容的任俊賢醫生 為何我們會坐在這裏 如果你已經在Channel BE收看這節目 你就有福了 因為今晚我們會有任俊賢醫生 幫我們解答很多關於醫學美容的問題 我想說我今天來到 我覺得我只是學習 我好像不是來做事 我來上課 我自己都可以拿很多東西走 首先要感謝任醫生 我剛才跟任醫生聊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覺得他可以做我的行業 他可以跟我做節目 是不停地說下去的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在任醫生身上 得到很多關於醫學美容的資訊 你們也有機會可以發問問題 因為在網上 我們現在看到這裏 看到你們可以放一些問題上去 待會我會由任醫生去回答你們 如果你想選擇我回答也行 但我回答的也未必準確 我想任醫生一定會矯正我 如果我說的時候 如果我說錯了甚麼 大家可以在上面 開始寫定你們的問題 我們晚了一點時間 就會跟大家聊聊天 甚至可以打電話進來 我們這裡有一個電話號碼 你看看這裡 是不是要做的 這裡有個電話號碼 我看到這個電話號碼 是28014128 大家晚一點時間 都可以打電話進來 然後就問任醫生這些問題 這些上課也學不到 你說多麼有賺 都可以看我們Channel B 有多少的知識可以學到呢 現在只是我說 但待會我想要交給任醫生說了 很多問題要請教你 不要請教… 我想… 我記得有一個 例如Bobby 大家玩過很多 比例其實是不正常的 如果你找到Bobby 然後腰和腿很柔 是不正常的 沒有可能發生的 有些是真的沒有可能發生的 那倒是 因為我也很少看到有人是… 這樣子的 Bobby是這樣 Daniel也是這樣 對 手指可以這樣 那些協調 好像很漂亮 但實際上真人是做不到的 臉其實也有一定的協調性 我聽過那些人在網上 經常很喜歡討論 就是外貌如何為之最漂亮呢 就是兩邊平衡就是最漂亮 然後還有一些軟件 可以幫你試試 把臉這樣劏開 然後這邊一摺摺到另一邊 如果這樣就是你最漂亮的樣子 看看你的樣子和現在的樣子有多大分別 你就知道自己有多歪歪歪 我說我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大部份軍情人和對情人比較漂亮 但也有些人很不對情 也很漂亮 就是反而你把左面膝蓋 反過來反過來反過來 反而很噁心 對 所以 對 又會變得怪怪的 對 有些很出名的 我不能說 不可以說 就是收純的這間公司 待會 打了咪咪之後 記得要說 你刮掉它 可不可以 不能夠拉條 哈哈 對稱的也會漂亮 但其實有些不對稱的也不錯的 看看不對稱得多麼不對稱 就是可以有些抽象味 但我們說的是不協調 就是有些你發覺臉很闊 但是鼻子很高的 其實你是不協調的 不協調你自己會很警覺 就是很驚覺 然後說有些問題 然後再開門開廁 就像《屋爾摩斯》一樣 就找他 問他有沒有疤痕 或是怎樣 或是前後照片 就像《屋爾摩斯》一樣 我還說了她的名字 糟了 你和她的交情 好像看得出來不太好 對不起 那位女同事 我意思是 那位女同事 她拿著一本雜誌的時候 不停地跟我們說 實實報道 錯的 這裡不對 那裡不對 如果 任醫生 你看了她 有化妝 和沒有化妝的樣子 會不會有個判斷呢 就是她會覺得 這裡是有的 這裡是沒有的 還是她會覺得 其實她不用繩了 但我看到她的拍檔 是說她有的 我想她的拍檔 也跟她不太熟 其實我也有份說她有的 因為當那些記者問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當然有 不過是弄漏了一件事 沒有弄高度 遲了三十年 遲了一點 有點難弄 這麼遲才弄 早點弄 怎會現在才弄 意外應遇 真的嗎 可能她近來存夠錢 你只是賺點歌 我都不好意思在這裡說 我想問是否真的這樣 譬如 如果我真的想自己做醫學美容 是不是我年輕時弄 會比我現在五六十歲弄 五六十歲有五六十歲弄的東西 年輕也有年輕弄的東西 總之客人來到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弄這些 你也可以弄這些 其實是對的 因為你年輕時 其實大部份年輕的客戶 女士來整理 正如你所說 可能真的有些輪廓想改善 嗯 但當你上了年紀的那一班 其實就想令自己看起來更年輕 是的 是的 如果你說 有沒有年紀大了 但也想令自己輪廓 畫過鼻尖一點 當然有 但其實那個人數會比較少 嗯 上一年紀可能五十歲六十歲 都會有人來 其實我想看起來更精神 更年輕 未必要漂亮 要漂亮得像港姐一樣 但他們可能要看起來很有活力 讓人們看到精神 不想看起來很殘忍 很老的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整容 當然是因為貪漂亮才整容 其實不一定 我覺得也不一定是因為美 你想想想 可能有些人整容後 她的自信心有 可能對於她的很多東西 都是有幫助的 可能她上班 她有信心 做事會更好 結交朋友 又會更好 也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是 愛表 漂亮了 貪漂亮的 是的 我自己突然想到 一個位置很好 其中一個客戶 她是 姑娘 她是很年輕的姑娘 在醫院做的事 是的 她來後 她的樣子很瘦 很瘦 我看到她後 覺得 為何這麼嚴肅 很嚴肅 你以為她是否放鬆 一些皺眉頭 然後她就說 美生你真的要幫我 真的不幫我不行了 再不幫我 工作也沒有了 我問為何 讓我幫你 坐下 慢慢喝杯茶 她就說 她是微心的 叫村智民 即是 男主角在24小時 夾到筆那一隻 她原來有個 可能有失業的問題 或者可能有個 我叫羅花仁靈 是視力的問題 看東西時也會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的 覺得這樣才能專注 這樣才認真做事 男生的 但她是一個女士 但她也很認真做事 對 但她最慘是對著病人 醫院有很多病人 她也是這樣 即是別人問她 拿杯水來 是姑娘 是嗎 或者如果旁邊 有些是病人的家屬 說 姑娘 我的爸爸是怎樣的 她挺好 好像很嚴重 我聽她說了一整個月 被人投訴了很多 很可憐 她說她很兇 態度不好 但我不清楚她的態度 其實她跟我說 醫生 我真的很慘 我都明白她的問題 她有沒有跟你說 醫生 其實我現在很開心 你看看 她真的 我睡覺也是這樣 甚至她跟我說 用一個古法 就是睡覺 要用膠子黏著 本人是這樣的 用類似牛皮膠子黏著她 讓她放鬆肌肉 她說不行了 我聽過別人說 你打奏文很好 我找你幫忙 我當然跟她做了 譬如打一些略讀感法 打一些明實書網 令她看起來平滑 是 大概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效果非常好 人們覺得她應該很開心 為何開心了很多 又起事 你做甚麼事 對 很明顯這些個案 不是真的用來改善她的美貌 跟她漂亮很多 要變漂亮 對 她真的有一個需要 她有一個需要 就是原來有些紋 是會令到她的工作有障礙 嗯 那張工也沒有了 這些東西要綁 要做 要幫 甚至可以當作病 這些東西 我覺得大家要對於 譬如醫學美容 或者整容 不要戴有一個太過有色的眼鏡 或者有一個誤解 其實不是一定說 她一定是貪美才會做這件事 原來可以有其他原因 她可能也會做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除了剛才我跟妳說 那位女同事 就是在雜誌封面上出現了 她說實實報道 我不知道 你先帶她上來 對 我帶她上來給你看看就行 對 大家可以澄清得到 要摸摸先摸 這也是我想問的問題 我立即放下 我明明有一個議題要說 但我現在先問一下 就是很多時候 人們一說 她有沒有整容 給別人撕一下就知道 給別人撕一下就知道 他是不是濃胸 其實 是否真的這樣 我就可以知道 還是 就算是撕或是擦 是要專業人士 譬如 要任醫生去撕或擦 才知道是否 還是平凡人 原來我撕也知道 其實大部份你撕得多 也應該知道 但很少一個女生 要撕得多很多女生 是的 我還是要專業一點 我沒有偏好 我想其實 我說摸 即是捉診 台灣的捉診 就是用觸覺去判斷 其實大部份這些 所謂整容的情況 就是植入物 即是放一些東西 你摸到硬體 你就知道 但其實現在 去到龍胸 甚至一些植入物 可能是第四五代 他做得很漂亮 可能要有經驗 才能摸到有分別 難怪現在 譬如有任何女生 被人指出 你是不是龍胸 我聽起來 好像每個人都很大方 不是呀 你試一下 你摸一下 其實現在的科技 可能摸不到 有一些 對到現在這一代 你要很細節 或者他不是太誇張 你不要說原本是A變女兒 當然是摸得出 A變B 即是有少許 即是出馬 出少許 或者是循序漸進 你不要一次 對 但如果不是突然間 A變G 不用摸到B 對 對 目測 對 目測已經知道 即是原來 就算你說 撕或摸 其實也不可以說 一定能夠斷定 到底它是否成功 好